这是电影里我最喜欢的变装桥段 美丽的女舞者从水池里漂浮出来 被热情的舞伴们一起拉上了岸 还为她换上了不灵不灵的金色舞裙 穿上了精致的玲珑舞鞋 等到换装完毕 所有的舞者 伴着一曲悠扬的歌曲天天起舞 那些几乎长脊脚踝的青纱舞裙 随着优雅的舞步轻盈摆动 裙子闪烁的光芒 像天上的星星一般璀璨 让舞者们看起来像一群漂亮的小仙女 而这个换装片段 出自1938年的歌舞片《水城之恋》 这部上映于85年前的喜剧电影 电影制作人 为了让歌舞的画面更为美浪漫 除了舞台的不仅非常讲究美学和创意以外 演员们的舞台服 从款式到配色 都与舞台的不仅完美融合 演员们高超的舞技 也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 在影片另一场盛大的歌舞剧里 歌舞的舞台布置成了一个大型的靓衣巷子 经过精心布置后的巷子 整个画面有种视觉的独特美感 而我们的女舞者 穿着一袭浅绿色的裙子 从阁楼上走下来 经过一毛钱的换装特效以后 浅绿色的连衣裙 变成了一条蓝色的漏肩舞裙 头上还增添了一抹青纱发官 换装后的男女舞者 就在这样不仅为美的巷子里 跳起了一段双人芭蕾 轻盈优美的舞姿 很是扬眼浪漫 除了舞台服 演员们在其他场景里的戏服 也别去看点 比如出演女二号的维拉佐里娜 她在影片里扮演的是一名戏剧演员 并包揽了所有歌舞的演出 她出入片场穿着的戏服 极具戏剧的表现力 比如这件白色雪纺上衣 搭配白者半裙的着装 颜色的搭配 很是青春亮丽 那一顶用蕾丝花边 搭配花朵制作的漂亮帽子 让这一身戏服 非常富有少女的气息 威拉挂博设计的波点白裙 裙子上的波点 与锁边的裙摆 都配以大红的颜色 头上直嫩嫩插着的两朵大红花 看上去没有一丝点缀的违和感 反而与裙子的颜色 形成统一的风格 当威拉行走在人群里的时候 这条裙子让她美得过分突出 而威拉日常穿着的裙子 多以薄纱制作 比如这条衬衣领设计的连衣裙 面料的质感很轻薄又很轻透 水粉的配色 让威拉看起来很是粉嫩 还有这条天蓝色的纱裙 领口的青纱 又让威拉看起来像希腊女神一般美丽 此外 威拉的日常着装还包括两套小套装 这套领口坠有亮天的黑色小套装 裁剪得很修身 同套搭配的宽颠礼帽 配有黑色的面纱 并且造型特别的别致 让这一身简约的套装 更有吸睛的亮点 配有个性帽子的套装 还包括这套没红色的着装 包头款式的帽子 用蓝色的羽毛和黑色的面纱 进行了装点 黑色的手套和提包 让这套配色超级醒目的着装 显得更加精致 而出演女一号的安德烈丽兹 因为是观众的设计 细服的配置 更接近30年代女性日常的着装 她这条碎花图案的连衣裙 泡泡袖和衣领的设计非常出彩 妆点在裙子上的绿色丝带 让这条非常粉嫩的裙子 更有聚焦的亮点 还有黄蓝配色的碎花裙 复古的小圆领 与圆弧剪裁的袖子 拼接了可爱的小花边 让配色艳丽的裙子 更有视觉的层次感 裙子的剪裁线条很流畅 能将荔枝身形的柔美曲线 红托出来 当然荔枝也会穿到 很多纯色系的连衣裙 像这条深蓝色的连衣裙 扩形的设计 依然保留了碎花裙的基本轮廓 但壮色的设计 还有装点在领口的蝴蝶结 以及那顶造型别致的帽子 都让这一身着装 显得既俏皮又活泼 还有这条配有眉红色腰带的绿色裙子 领口的飘带 可以继承漂亮的蝴蝶结 外出的时候 这条裙子还搭配了卷边的帽子 和灰色的长外套 让丽兹的着装 很有摩登女郎的时髦感 她与男主聚餐穿着的黑白纱裙 是影片里 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 依然是泡泡袖 加复古小圆领的配置 但蓬松的袖子 还有白褶样式的衣领 都配上了绿色的小丝带 细节独具匠心的设计 让这条裙子非常富有看点 此外覆盖在白色衬裙外面的轻薄黑纱 有着很清透的质感 让这条裙子 有骨子朦胧的美感 丽兹参加舞会的时候 还穿了一条蕾丝材质的蓝色礼裙 虽然整条裙子 都用蓬松的薄纱 加繁复的蕾丝制作 但扩形的设计 依然彰显了女性柔美的身形曲线 并且视觉丝毫不显的累赘 丽兹在影片里 唯一一套上衣加半裙的戏服 是这件绿色针织衫 加蓝色毛泥半裙的着装 非常简约的服饰 因为领口那一抹樱花丝巾 使得整套戏服都时髦起来 这种点睛的搭配法则 也适应于我们现今的穿衣方式 在彩色电影技术 尚未完全成熟的30年代 《水城之恋》 依然维持着歌舞片高水准的制作水平 让影片的画面 在渣渣画质的影响下 不减一分视觉的美感 并脱离了歌舞片 给人非常闹腾的刻板印象 让唯美浪漫的格调 充斥了整部影片 使得现今的观影者 也能体会到歌舞片的魅力之处 那么演员们的漂亮戏服 你更喜欢哪一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